很緊張的感覺 我現在要去做一個 會影響我接下來一生的一個手術 其實我現在蠻緊張的 然後應該我其實有點觸手汗你知道嗎 也很期待啦 其實我一直很想要做 我一直想要做這個手術已經23年了 之前都不敢嘗試 因為如果這手術失敗的話 後果是蠻嚴重的 反正我也不想要他失敗 所以我一直就很猶豫 不過今天呢 我決定要去做 但是為什麼要去做這個手術呢 我必須要先從我6歲的時候開始想起 其實我小時候非常羨慕那些沒有戴眼鏡的工具 我其實是在像是這種戶外活動的課程的時候 因為我折了夏天的時候 我就一定會爆胎 我其實在戶外沒有人氣的地方 我戴眼鏡的話一定會一直不斷的滑下來 每次打躲避球 每次打籃球的時候 我都沒有辦法盡心的去享受這個活動 因為眼鏡 眼鏡就會一直不斷的噴掉 你知道我在這個球場 這是我以前讀的國小 這個球場我至少噴了三副眼鏡 而且都是被打球然後打爆那種 因為就是滑掉 然後可能踩到 或者是說 就是碰撞的時候整個飛出去 就對我來說 戴眼鏡那個時候也是非常大的困擾 可是沒辦法 因為其實那時候大家都在戴眼鏡 所以你也不會想拍的 到國中畢業後呢 我就去了加拿大開始讀高中 當時高中呢 我最想要做的就是 我要買隱形眼鏡 我想要戴隱形眼鏡 不要再戴近視眼鏡了 我媽媽是極力反對戴隱形眼鏡 所以那時候逼不得已 我只能透過一些不一樣的管道 所以所謂這個不同的管道呢 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黑市 那個時候在加拿大 如果你沒有醫生的廚房簽 很多的華人學生都是這樣做 他們都是去華人街或是中國城 然後去找一些 在賣隱形眼鏡的一些店家 在台灣可能一副隱形眼鏡 大概三百塊四百塊了不起 可能三十片 在加拿大如果你沒有醫生的廚房簽 你在黑市買隱形眼鏡的話 一盒至少都是三到四倍的價錢 所以我得把我自己利用錢給存下來 然後去買一盒日炮的眼鏡 但這個日炮的隱形眼鏡呢 我必須要把它當成是月炮 所以你可以知道是 那個時候其實對我的眼鏡是有多傷 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後面發生一個非常非常淒慘的故事 通常一副隱形眼鏡我會戴到是 它真的是非常乾色 好不舒服 我才會換一副全新的 那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度過 因為沒有辦法買很多的隱形眼鏡 所以有一天晚上呢 我跟我朋友出去玩 然後我們也是喝酒喝得很開心 突然我們走在路上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朋友說 我要想上一下廁所 後來當我從廁所出來後 我的眼睛很乾 所以我就這樣順勢的這樣揉了一下 結果我就發現我的隱形眼鏡掉出來了 還好被我接到 但是它是在我很髒的手上 當下我就看了一下 我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把它塞回去眼睛裡面 因為這副隱形眼鏡 當時我已經戴了超過兩個禮拜了 那我又沒有辦法有清淨液 可以做清洗 但如果不把它塞回去的話 我變得是會有很嚴重的視差 那會影響到我一整晚 跟朋友玩的那種性質你知道嗎 所以我還是就是硬著頭皮把它塞回去 不管那麼多 反正那時候也是喝酒 真的沒想那麼多 結果隔天 隔天 我就長針眼 而且這個針眼它居然沒有消下去 在加拿大看病也是一個非常困難 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我去任何的診所 然後跟他們詢問 第一個那邊診所沒有很多 再來藥局他們也不會給你一些 在台灣你可以拿到一些特殊藥種 去讓這個針眼趕快去消除掉 所以這個針眼呢 它就一直伴隨著我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 超過一個月後 它就開始定型 然後長在我的左眼眼角這邊 你知道這感覺是什麼嗎 當時我是一個非常想要融入的一個人 那個針眼反而 就是設下一個更大的阻礙 而且這個針眼呢 讓我沒辦法帶一些眼睛 所以我逼迫把我以前的交換眼睛帶回來 那我剛好這邊找到一個照片 因為其實在這段時間的時候 我真的不想要拍照 Oh my god 昨天沒有給大家看過 這是我以前 你可以看到我的右眼有沒有 就是我的這個 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這邊 就是有沒有看到一個針眼 一個很大一塊的 讓我左邊 右邊的眼睛和左邊的眼睛 這邊就明顯的一個區別在這邊 當時呢 我的頭髮還刻意把它留長 然後刻意的去想要去 就是遮住我這個左眼的針眼 反而那個針眼 伴隨了我半年的時間 我整整高中 十二年級 就是高三的時候 最後一年級的下半年 應該是最風光的 就是在學校 你是誰打你是老大 嗯 可是那個時候 我就抬不起頭 你知道嗎 所以那次對我來說 這個非常欺賞 我一直到 那時候高中畢業後 回到台灣 然後去做手術 然後手術也是在一般的針所做 然後手術只花了二十分鐘 就解決了 Yup 好 完成 OK 好 我有問題想要問請 那問題你應該被想問 嗯 為什麼你沒有做女生 哈哈哈哈 其實 泄露了我的年紀 其實我十年前 那我目前為止有什麼感覺嗎 眼睛就是很奇怪的感覺 麻麻的 對 就像上麻藥的感覺 然後身體就很發鬆 哈哈 也不會緊張 不會緊張 不會緊張 哈哈哈 來有沒有看到 大愛smile 近視雷射中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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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個炫光的情況會慢慢的進化 但整體來說呢 我的生活品質提升太多了 我可以現在一整天戴在外面 也不會擔心眼睛干涉所帶給我的困擾 而且這個smile kit是雷射手術的 恢復速度非常快 我手術後隔天我就開始正常生活作息 我那一個禮拜呢 一樣持續的回歸我的重訓 我甚至在隔一個禮拜後 還下台中立保賽車上去跑賽道 所以當初做雷射以前所想的 我要點藥水一整年 你的眼睛會乾 或是種種的後遺症完全都沒有發生 而且就是感覺非常輕鬆 非常的快速 我就用一副全新的眼睛 如果你有近視 然後也在考慮要做雷射的話呢 我建議你可以找帶一個 因為他們在這個smile kit是雷射手術技術裡面 經驗是最豐富的 So 這支影片到這邊啦 希望你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Peace Gee Gee em